投刃有余 那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有请高途课堂英语老师王斌上台 给我们来到热身体 王斌老师呢是英国剑桥大学教师 这么出持有者 给大家出一道关于电影的英文题哈 复仇者联盟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怎么说呢 A. Avengers B. Adventure C. Avengers D. A. Avengers C. 非常的棒哈 子文这么多一混的单词 都能够分清出来不同的词性 还有名词的单复数 这功底是可以的哈 其实选择一个好老师 就可以使我们一生受益 所以呢 选好老师就选高途课堂啊 里面都是有名校毕业的 教龄资深的好老师 老师到教学风格幽默风趣 而且现在18元就可以领24课时的直播课 还送这么大的学习大礼盒 王兵老师 说英文说得很好听啊 标准 好的各位 长安的时候呢 有时候啊 得用到一些表演的技巧 所以这轮考验一下大家的演技 本轮呢 我们将给出设定好的场景和人物 演员要通过演技 完成相对应的任务 第一轮呢 是甲铃和子文一起来合作表演 腾哥和甲铃是情侣 但是发现腾哥和子文在一起了 甲铃用自己的方式 想办法清理桌面 要用夸张的演艺手 吃掉了 不一定 反正清理掉 好 你去去 你别偷吃人东西啊 甲铃好像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如果他发现了 你肯定要保护我 没关系 你我在 你说他在干什么 你把手放开 既然已经被你发现了 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正在约会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 你们俩约会也挑点地方啊 这是我家 那要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 他现在 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不信 心疼 你知道吗 你不能忙 给我吃的零食给他吃 我的心会碎的 你这么作践我的自尊 你知道吗 我这一个月以来 都在为你减肥 我现在 连喝鸡汤都用筷子喝 不用再说这些没有用的了 我跟腾腾已经准备要订婚了 下个月 请你来用筷子喝我们的喜酒啊 赶紧走吧 再聊下去 恐怕我也保护不了你了 等一下 二位伤往那边点倒我镜头了 等一下 欺人太瘡了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也是个人啊 我也有最基本的底线和自尊啊 我忍不了了 今天这事你们必须跟我说清楚 我桌子上刚才的火炊肠到底是你们俩谁吃的 我吃的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们了 你们知不知道 我每天如果吃不够 使根火炊肠的话 我就睡不着觉 先给我留下酒根或者啥 对我来说一点肉都没有 两位演技实在是无可挑剔 哈哈哈哈哈哈 横哥演的也特别好 上来吃了根肠就吓着 哈哈哈哈哈哈 剧情有变化啊 小偷 你的剧情是 女儿突然发现了妈妈的罪证 你的情绪是 很震惊 很犹豫 然后 想吞掉SIM卡 却吞不下去 你为什么瞒着我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该怎么办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不是咀云吗 耳环都被你一天弄掉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发生 这演员怎么了 又耳朵又毛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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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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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演好 演得好棒 哎呀 紫文刚才的表现是又美又撒啊 颇有小说里大女主的风范啊 颇有小说里大女主的风范啊 颇有小说啊 金国不让须眉的全清盛世女主 那都是狠卷 对还有一本我最近在七猫上看的 影后她只想学习 女主是个让人羡慕的学霸影后呢 啊 这本小说名字听起来还真挺有意思的啊 是啊所以推荐姐姐们也可以上这个七猫去看看 七猫上啊 不光有适合女生看的大女主小说 各种类型的小说呢 全都有 像男生爱看的仙霞玄幻 女生爱看的都市言情 全都有 全都免费 嗯 免费看书一百年 七猫免费小说 大家一定要下载哟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就是情绪比较激烈的演绎啊 接下来我们会来一个温暖一点的 因为蒋新之前演过一部神话剧 欢天喜地七仙女 很多这个90后啊 都看过这部剧 接下来呢我们请蒋新和小彤一起伴手 我们来一个七仙女版的好友相见 来 哎呦可是好看的 小彤马上就就位了 先跟你聊两句 这身衣服是多少年没穿上了 没多少年啊 啊 就十七年吧 哎呦 十七年了 零四年拍 完了零五年播出的 对 大姐 大姐 你看 孙悟尔哥又出错了 停 那时候 我还是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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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中年了 非常年轻啊 非常非常年轻 今天穿上这种有没有立刻找到当年的感觉 那其实刚才扮上这个 就是扮上这个发型的时候 嗯 我睁开眼睛那一瞬间 哦 这好像恍惚了一下 就回去了 然后仔细看了看自己 嗯 没有回去 并没有 哎呀 怎么样导演 小童准备好了哈 好准备好了 哎 那我们就来了 好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蒋新和小童一起给大家带来这段表演 姐妹重逢 掌声欢迎 开始了 就这么仓促吗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蒋新和小童一起给大家带来这段表演 姐妹重逢 谢谢 我以七妹 一别已有数月 天上一日 人间就是一年 岂不是过了几十年了 今日我偷偷下班来探望 不知道我七妹过得安好啊 妹妹 妹妹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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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天喜地七仙女 哇 哇 真的假的 哇 你们干嘛 天哪 听不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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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惊喜 我是替我娘子来看你的 哈哈 你们 你们都我玩了你们 一会儿十几年都过了啊 十七年了 哈哈 我刚才还在吐槽我们的造型 哎呀妈呀 大姐 二姐三姐 二九不见 四姐 老六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天喜地七仙女 哎呀 骗子 你们来我都就是骗子 哈哈 我们骗你什么了 你们是不是火同我经纪人一起骗我的 是吗 有这么一出吗 让我一个人上来 我又为什么不管那些人都叫来了呢 我就告诉我找不来你们 你看到我们那时候嘴巴一直张着 我现在也是蒙的 哦 不要说我那个编导告诉我 你像妹妹的时候一定要扭过头去啊 一定要 哈哈哈哈 现在才明白呢 我为什么要扭过头 因为那边有台机器在拍你 我说是吗 哦 然后一直张着嘴 哈哈 我现在还是傻的 还在梦里啊 胡同我恨你 哈哈 满面笑容的恨是我们最期待看到的啊 来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刘洋 我在《七仙女》里面是大公主红二 千里的本代都已经熬过来了 怎么在乎现在的一朝一夕呢 恰恰好 我是演员牡丹 我在《七仙女》里饰演二公主承二 乃无情无义 你们有没有为母后着想过 大家好 我是王金 我在《欢天喜地七仙女》里面 饰演的是三公主黄二 你怎么知道我是仙女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杨蕊 我在《欢天喜地七仙女》里面 饰演五公主青儿 顺风儿 顺风儿 求求你了吗 好不好嘛 大家好 我叫曹燕 我在《欢天喜地七仙女》里面 扮演六妹蓝儿 相见十男 别一男 春风无力 百花残 我是郑国林 我在《欢天喜地七仙女》里面 扮演七仙女的夫君 董勇 我娘子犯了什么天归 我们现在有什么错 难道神仙 就应该没有感情吗 大家好 我是奖心 我在《欢天喜地七仙女》当中 饰演绿儿 大姐大姐 我不是什么大姐 我说绿儿 绿儿大姐 你 你 我们就是那个陪伴着一代孩子们成长的那七仙女 现在都成中年仙女 这个咱们组啊 从拍完到现在 也十六年了 十六年里面见过面吗 我们都没见过 我跟杨蕊有拍过戏 但是我跟他们都没见过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抖音微信 微博都没有 零四年 有博客 这十六七年啊 十六七年之前 播出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身边很多女生 会模仿七仙女那个施法的动作 因为你们好像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我们那个时候都自己瞎编 我们其实很多灵感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 是不是 对 都是 都是这种的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连天庭祥和舞都是自己编的 全靠自己编 对 但唯一的不编的就是我们必须得有这个 我们没有这个就不行 当时这玩意儿可火了 知道吗 现在也很火啊 还在卖啊 微博也很多人可能拍这部戏的时候也是第一次接触啊 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之前看到那个短片的时候 和导演组就说 哎我说这个镜头他们当时是怎么拍的 来把我很好奇的那张照片切出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是摆了一个叠罗汉的造型 后面都是有那个工作人员拉我们来控制高度 我和老三是踩在老四和老大的肩膀上 老七踩在我跟老三的肩膀上 忍住你了老大 当时我跟蒋欣一直在说 我说我们两个能不能有一次是不坐蹲子的 因为我们两个的个子很高 我像蹲子 这件事 就真的踩在他们肩膀上 其实挺累的 我记得那会都会磨花的 而且我们那个衣服特别特别硬 就这个 就是美少女战士这身 特别特别硬 就那种 蹦蹦蹦敲 都是响的那种 对 所以《大战因失亡》这场戏确实是挺累的 非常累啊 我们七个女生 就在闻香场里 连续拍了三十八个小时 没有睡觉 而且当时那个棚里面 没有空调 没有任何的制冷设备 然后我们每一场这个威亚戏下来之后 基本上浑身都是湿透的 小时候拍这种 完全不觉得 三十八小 我跟杨水我们在拍那个 拍那个大脚板望后的时候 我57个小时记得吗 你太厉害了 我晚上在那边组 我白天等你们过来 一个一个站在旁边 有劲来 小脚像打了鸡血一样 真的 57个小时没闭眼 我是A组完了送B组 B组完了送A组 这样拍过来的 来来来 我们再听听五公主分享一下 她对于整部剧拍摄的 这些感受啊 我现在是已经 七年没有演戏了 然后呢那个 对 然后我女儿五岁 然后我来到这儿 是我五年来第一次离开她 所以我现在当了妈妈 就是变得很脆弱啊 sorry啊 然后呢 哎呀 然后我 我怀孕的时候 我碰了一个我自己 我以前八十斤 然后我变成了一百六十斤 然后就变得挺没有自信的 说实话 然后之间朋友也说 你出来演戏吧 不演 太可惜了 你又那么爱演戏 然后前两天 正好就是 我女儿的一句话 刺激了我 她说妈妈 我不想上幼儿园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想像你一样 每天在家里面待着 嗯 所以我想像在这儿跟我的女儿 舅舅 妈妈的工作是这样的 妈妈以前是仙女 现在也是 所以 所以 所以呢 我就是鼓起勇气站到这里 特别感谢王牌这个节目 就是17年了 我们的戏 可以拿出来 让我们有机会 跟观众和我们见面 然后也让我们知道 啊 观众还记得我们 没有忘了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 呃 之后 我也可以有勇气 减肥 然后呢 再重新回到 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回来 其实想说的很多 我首先要感谢节目组 那我们真的 说它是不可能找来的 所以就 我就没当真 我以为今天真的是跟小童演 想起了很多当时的一些过往 包括我们的一山姐 记得吗 我们的制片人 也是监制一山姐 就每天照顾这七个孩子 就每天就问 虚寒问暖 还有强哥 强哥那会儿是我们的 执行制片人 然后 因为其实他 他今年应该七十多岁了 我好怀念以前的那种 创作激情跟创作氛围 我也希望 日后还可以继续这样下去 其实这部戏啊 欢天喜地 谢谢你 这部戏那么多年了 真的一直印在观众的心里 我相信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无数的女性也一样 演绎着生活当中属于自己的色彩 但是你们一样的勇敢 一样的温暖 心中永远保留属于你的内道 七色的彩虹 接下来我们也请剧组们 再把主题曲为大家唱响 好吗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在一个瞬间 接下来